各位同學,我們來看第十題 一支甲原子有兩種同位數 分別是甲1939跟甲1940 好的,關於這兩種原子的比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OK,好,首先我們來看一下A選項 他們的質量數相同嗎? 同學,你看一下一個質量數是39 另外一個,它的質量數是多少?是40 39跟40怎麼樣?不一樣嘛 所以質量數不同,A就是錯的 OK,老師建議你在寫題目的時候呢 你可以把這邊打個X 然後再把相同的畫掉,其實是怎麼樣? 其實是不同的嘛,對不對? 好,接下來B,中指數相同,對嗎? 好,各位同學,中指數要怎麼計算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啊,上面這個39 上面這個39是它的質量數,對不對? OK,質量數是什麼意思呢? 質量數就是中指加直指數 而下面這個19呢,是我們的直指數 OK,所以今天如果我們要算它的中指數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就要拿它的上面 它的中指數呢? 就是拿它的上面-下面 上面是39,下面是19 所以算出來啊,它的中指數是20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甲19-40哦 好,來仔細看一下 我們一樣啊,它的中指數呢 一樣呢,我們拿上面-下面 上面40,下面19 所以上面-下面40-19是多少? 21 好,各位同學,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哦 好,當我們今天看到啊,這個同位數 它們的質量數不同的時候 其實就在暗示著它們有不同的中指數 所以第二個B選項也是錯的 中指數不是相同哦,中指數不同 好,我們接下來看C 原子序 來,同學啊 這個K19 左下角的19是什麼呢? 左下角的19啊,其實就是它的直指數 然後我們在元素周期表在做排列的時候呢 我們是把相同的直指數的排在一起 也就是說直指數是1的 我們定義它叫原子數是1 像這個地方,直指數是19 所以我們定義它,它的原子序就是19 好,所以不管是甲39或是甲40 它們的原子序都是19 因此呢,表示它們的原子序是怎麼樣呢? 原子序是相同的哦 好,所以C選項是錯的 接下來我們看珠選項,直指數不同 哎呀,同學啊 它們是不是原子序都是19對不對? 所以它們的直指數啊 也都是19哦 直指數是相同的 好,所以諸錯 好,接下來我們看一下E選項 E選項特別難哦 它說什麼? 它說化學性質相同 來,同學 決定化學性質的是誰呢? 好,有人啊 說決定化學性質的是原子序 好,這個是我們在國中的時候所學到的 但是今天同學,你長大了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決定化學性質的啊 其實不是原子序哦 而是它在原子核外的電子數 OK,好 那至於為什麼是原子核外的電子數呢? 好,我們打一個比方 比方說今天這個甲離子跟這個甲原子 他們因為呢,這個甲離子啊 它失去一個電子嘛 表示說這個甲離子跟這個甲原子 他們的氧化還原程度不同 好,氧化還原 不同哦,他們氧化還原的程度不同哦 那既然他們氧化還原程度不同 那麼是不是就表示啊 他們的化學性質不同 對不對? 所以今天啊,我們在判斷這個化學性質的時候 各位同學,你要特別注意哦 好,我們現在高中了 決定化學性質的是什麼呢? 決定化學性質的是電子數 好,然而呢 這個甲19 對不起,我寫錯地方了 這個甲1939跟甲1940 他們在原子核外啊 都具有19顆電子 所以呢,他們的化學性質是怎麼樣呢? 化學性質就是相同的 所以一選項是對的 因此啊,我們這題答案就要選一 我們下一個茶吃文座 很好吃 對面 說用哦,你這個茶吃文座 你說一堵報告 說一堵報告